再來,歷史上句,規模上大的 太陽勝負,在這塊壇一間大型遊樂圈 流在幾盤開幕電影 剛才有關主兵團體 帶來政策的泰國表演儀館 邀請一關處長、感慶活 去在鄉長老闆旁參加開樓設計議室 並在英會出卡辦地區 宣布這塊壇,太陽全正式電區 而且在這幾年過年前,是最好的太陽時期 日月潭英會全開幕外東 主辦當年安排政策的泰國淨存表演 迎接美麗英會美景 那我們看命令媽媽的櫻花 預計今年的櫻花會開得非常漂亮 那這個花期我們退估在春節過後 會是進入盛開期 那加上我們有不同的品種 富士櫻還有這個吉野櫻 我們這個櫻花、賞花 可以到二月底、三月初 都有很漂亮的櫻花可以看 那我們這次推出的系列活動非常的多 那有一個這個櫻花季的活動網站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到即時花礦的一個轉播 雖然一旦衝擊觀光路由 不過這塊壇的風景區非常適合相應 以關注建議民眾祝福光環的感受 所有的遊客在這個期間 能夠來到九州櫻花村來賞櫻花 然後順便到日月潭周邊的景點 我相信我們這個區塊 我們會給所有的遊客帶來滿滿的祝福 那只是希望大家能夠在這段期間 大家能夠平安度過疫情的影響 然後也能夠過著幸福滿滿的生活 日月潭有全國少量上座櫻花秋 除了日時上櫻花 暗時也美麗也一樣 魚絲鄉 這鄉花其實就是我們這個櫻花 那除了日月潭跟魚絲鄉之外呢 我們鄉裡頭有一個非常大的 這個九州文化村這個園區 那它也是全國首創的這個賞夜櫻的一個景點 那今年我們園區再加碼 那除了說夜櫻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我們不受到疫情的影響 因為前幾天擠破的這個寒流 使得我們夜櫻加速的這個綻放開來 讓我們一支鄉整個都非常的漂亮 日月潭的影響已經六少來先開 農曆過年中進入先開期 一直到三個月 由日時到晚時 有上街浪漫的影響美景 相應不用去日本 記者環隆坤插風報導